要到命主就往生了 第二呢 慈悲呢 你将来发愿要当医生 十全大补完 你也不能天天吃啊 佛开无量法是因为众生有无量 众生的心无量 比如说你修大佩观音法 你跟观音菩萨很相应 很好 那不要批评其他的经典 其他有人跟地藏菩萨比较相应 有人跟药师佛比较相应 有人喜欢连乐菩萨 有人喜欢读金刚经 喜欢文书 有人喜欢读普门品 喜欢普贤 那有什么不好呢 不需要说选一个 而把所有的药都毁掉 这叫做棒法 佛地只中有无意犯哦 要小心 如果你犯的话 要忏悔 念普贤行愿品也是很好的忏悔 所以情转法是对峙于我们 遇到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跟恶知识 有意无意都在棒法 那你请善知识转法文 听闻佛法 你就会忏悔 就会获得广学多文的好处 请看幻灯片 这个就是孟参老和尚在读台山 亲自送我同流经的法轮长转 那时候老人家很慈悲 他问我 青红师啊 你的心理多不多 我心理想不多 我真想把你五尊了 五方府都搬回去 对不对 但是他很慈悲地送给我 他供了十多年的法轮长转 现在供在我们的商业精神 我也做过书签 跟大家流通过 对 代表情转法文的意思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好 那我们呢 跟大家法宝结缘 也是情转法文的一种方法 好 再看下面 西藏有很多转经文 你去印度尼泊罗就会看到 他呢 把经文放在里面 咒语放面 然后你 边走就边走 因为老师说 西藏传统上 不像东南亚教育很普及 他只有到寺庙才会学习文字跟佛法 那一般人呢 就是种田 然后呢 他并没有做很高的教育 所以他们的教育不是很普及 因此发展一种善巧方便 就把经文跟咒语放在轮子里面 然后呢 你会看到手上拿 转经文或是转一遍 然后呢 所有的经文就得到加持 这是他们的善巧方便 所以转经文也象征着情转法文 好 再看下面 第七个 请佛注释 是迷惑其路的毛病 我们若没有请佛注释 没有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我们常常会心中的迷惑 而其路就是走错路 假如你请佛注释 又跟他学舍 学习你就会得到 福慧双修的果报 所以五六七 这是指对峙我们鱼翅的毛病 可见我们鱼翅的毛病 有很细微的 讲到这里 看右边 第一院是礼拜 第二院是称赞 第三院是供养 第四院是忏悔 第五院是随喜 第六跟第七是劝情的意思 那 请看幻灯片 我们呢 商业新社的干部呢 和学生也亲近很多 南传北传的上知识 这就是我们参加一位 叫伟大的明珠仁波切的传修 我们全部发心做一工 很多人有呢 都很喜欢情境善知识 可是呢 真正叫他发心做的时候 他就说他没工 可是我鼓励我的学生 我们要帮人家排拜店 刀垃圾 扫厕所 发便当 所以感恩我们上师教我们 大手印一二三禅修 就我们拍一张传体照 接下来请佛注视 比如说法华经 法华经右边是多宝佛 释迦牟尼佛讲妙法灵华经的时候 为什么多宝佛会出现呢 他就证明法华经是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都共同弘扬的法门 左边就是释迦牟尼佛 多宝佛坐着 然后向右打开多宝佛 请他进来 本来是我要考虑这两个哪一个是多宝佛 本来是右边 右边为大 这样伸手 左边是叫牟尼佛请坐 多宝佛出现是做了请佛注视的示范 表示法华经 你不用怀疑是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最快速的成果方法 现在法华经里面有说 若有佛弟子修无量的大寸法门 没有听过妙法门华经 那离成佛还很遥远 有些人有听到这段经文就不太高兴 我没有读法门华经 难道我离佛就很远 答案是真的 你去读妙法门华经就知道 我是因为弘扬华严经 后来慢慢的 古贤菩萨加持 师父也喜欢法门华经 我也读也弘扬 我们也流通 也有很多地方请我讲妙法门华经 这个就是请佛注释的代表 接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到了尼莫 亲近一个伟大的老师 我们供养 然后他会给我们开示 一个善知识 我们拍全体合照 这个也是请佛注释 好第八个请看长随佛学 好一到七是修行的方法 接下来八九十叫发愿违向 发愿违向请做个记号 简单的讲 发愿就是破除你的执着 违向就是扩展你的心量 这在后面我会想继讲 我今天只能讲重点 我再讲一遍 发愿就是破除你的执着 违向就是破绽你的心量 我们反复常常很执着 好不容易我们今天做一条好好事 我们就会炫耀 就像举个例子 像这盏灯 刚才我发愿违向 师父把这盏灯点给两个人 两个人点给后面 你会发现整个佛堂都是灯 我的灯并没有减少 你们的灯因为这样发愿违向 所有佛堂里面的光芒更亮 这个就是发愿违向的意思 所以任何修持完结束的时候 你都应该发愿违向 违向最重要是心里生气说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都离苦得了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听闻佛法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这叫做三种违向 请看下面经文 第一个违向菩提 违向无双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叫常随佛学 常随佛学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对峙我们到处跑 追逐五欲六成的毛病 而且自己遭到自招缠服的毛病 假如你没有常随佛学 你的烦恼就像残宝宝一样 各位看过 残宝宝在还没有孵出来之前 他都会有兔丝 就给做个剪 对不对 残宝宝做剪字 假如你不跟善知识学习 你就靠自己的话 你就会变自己的烦恼迷住 好你看 残宝宝当他时间到的时候 他自己嘴巴把它剪掉来 他就飞出来 就语化 变成鹅了 所以这个叫做自招缠服 那你常常清净三知识学习正法 就会获得理智跟清净的果报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个常随佛学 这就是在菩提加言 佛陀的脚印 就是指标 接下来你看 佛他也每天打坐 那你也每天学着打坐 这个就叫常随佛学 对不对 佛陀修界定会啊 是不是 所以你按照我讲的道理去做 这个叫常随佛学 好 这是回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看 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又要绕他 比如我带学生在圣地的时候 向右旋转 这是在伦彼尼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菩提树下 我们向右旋转 一个跟一个 一个跟一个 这不要中断 这个也是代表常随佛学的意思 好 接下来看第九 横顺众生 回向无上 你要想到云云的众生 所谓的众生 当然就包含你自己 包含过去 现在 未来你的父母师长 亲朋好友 六亲眷属 横顺众生 可以对峙我们 我执的毛病 因为我们凡夫 修道功德 都不太喜欢 跟别人分享 都很固执 很吝啬 所以他要你要 修横顺众生 在这里我先说 横顺众生要有智慧 不是众生跟你讲 师姐哦 你今天不要去听经 你要横顺众生 把揍我去 捧恰恰恰恰 那不叫横顺众生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想去 横顺众生的意思是说 要先有智慧 如果众生做得对的 我才横顺 如果众生做得不对的 不如佛法的 你可以说no 你要保持默然 假如你常常修横顺众生 你就会升起智慧 就会升起正念 正见 跟正念 而且你走到哪里 人缘都很好 走到哪里 一切都很吉祥 所以你看 他能给佛 叫福慧两族尊 这是西藏的如意宝 大悲观世音菩萨 心中也拿个摩尼宝 为什么地藏菩萨 心中也拿一个摩尼宝珠 摩尼宝珠就是 买一切众生的愿望的意思 你看地藏菩萨的照相 我观音菩萨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佛菩萨 他都拿摩尼宝 摩尼宝就是满众生的愿望 因为我们众生有很多愿望 比如说你有世间的愿望 希望健康长寿平安 出世间的愿望 你希望学佛 遇到好的老师 好的同餐道友 你希望去圣地朝圣 这些满你赤出世间的愿望 所以这个叫恒顺众生 最后看回向实际 回向实际 简单地讲回向波耳波罗蜜 那你要回向恒顺众生 再看一下幻冬天 你要常常恒顺众生 然后回向众生 你就会跟众生之间 会搭起一座法的桥梁 所以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佛要度众生 为什么深深深深深到架此好 因为佛必须能跟众生建议 这个法的桥梁 好再看 你看我们在尼泊满院 到波塔的时候 早上跟晚上 大家都呢向右旋转 旋转 精心的时候有念 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很开心 有些是你认识的朋友 有些你不认识的朋友 为什么 你跟众生欢喜结善缘 所以我们常说 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 再来看 一波满院大火塔 冬天的时候很冷 那听说这个满院大火塔里面有喷泉 所以你看鸽子冬天很冷的时候 都在满院大火塔上面取暖 所以我拍这张照片是说 众生都希望人家关怀 众生都希望人家鼓励 顺着众生的善心 而关怀鼓励他 这个叫恒顺舟深月 好 最后 普接回向 请看 回向实际 这里的实际简单地讲 就是回向般若波罗蜜 回向实际 就是对峙我们 刚才讲恒顺众深对峙我值 那这里普接回向 就对峙于法值 所以你得到最后证悟 空无相无愿门 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利益 这个叫无相义 无相义呢你在旁边写 是三三昧三解脱门的空无相无愿解脱门 也就是说透过你点灯跟发愿为相 愿你一切的众生都得到真实的利益 看 关灯片 所以透过点灯发愿为相 好 最后这是我们在满愿大火塔 点的所有的灯 普接回向 好 图片讲完了 接下来我再讲下面 请看幻灯片 所以普贤菩萨的功德简单来讲是广大无边的大恨普贤王菩萨 请看讲义第十七页最底下 普贤菩萨的功德怎么广大无边 第一 心量广大无边 当你读普贤心愿品每一段都说 念念相去无有间断 生云一业无有疲厌 我们的念头常常都会被中断或打断 对不对 我们碰到好事去做 可是碰到别人冒我们有障碍的时候 我们就会退缩 所以我们的念头是会中断的 然后呢 我们生云一业呢 在世间工作也是会觉得疲倦的 可是普贤菩萨呢 他念念利益众生 生云一业 从来都没有疲怨过 也就是永远不放弃过 好 接下来 这边告个段落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幻灯片 做这一次讲经的总结 想想看 你来学佛法 不管你是学很久或是很短 人生是不是像孤独的一艘船呢 好 我们单独一个人来 死的时候也是单独一个种 请问你看 出生的时候 baby 对不对 oh congratulations 你当爸爸了 当妈妈 当爸爸跟当妈妈都非常的兴奋 可是你会发现 哇 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是哭的 为什么 以科学来讲 孩子呢 皮肤碰到外面的空气的时候 脖筋血呢 就像刀子刺到它 它一定会不太舒服 所以 变得哇哇打哭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孩子一出来 咯咯咯咯咯咯笑的 没有吗 是哭的 他没有哭的话 你还打一打啊 看他有没有出通啊 你看孩子是哭的 可是爸爸妈妈却是玩笑 为什么生命的到来 你看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看很小 这个手掌 接下来 长大的时候呢 happy baby 对不对 爸爸妈妈都用尽 签下最好的来关怀自己的孩子 教育他 养育他 慢慢他长大的时候呢 就被young people 帅哥美丽 对不对 就开始学跳舞 学唱歌 各种各式样的朋友 你呢 就很担心 对不对 从小一直担心 永远放不下 接下来你看 还有他的朋友 international friend 各式各样的 他有国际的友谊 现在年轻人也想去全世界旅行 可是这个当中 你要教教他 你要怎么去分辨你的好朋友跟坏朋友 所以 英文里讲 have a fun good luck good luck have a fun 就是你今天很开心 所以他们是分宁life 对不对 你看 吃喝玩乐 什么动作 对不对 假如他没有学功法 那很可惜啊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 看到女人 就头昏昏 就结婚了 get married 对啊 中国的婚姿 不是这样吗 看到女人 就头昏了 就结婚了 英呢 一个女生 就是一个囚犯 看到女生结婚 然后就被关在家里 中国的家 和华人的家 夹着上面一个盖子 下面是什么呢 是猪 哭 哭 哭 所以结了结婚 就要做牛做马 中国的智慧是很高的 中国的象形文字 好 Congratulations 朋友呢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呢 那股材事就来了 对不对 你看 婚姻的因 是不是呢 就是这样子 两个人呢 就被关起来了 你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跟责任 最后 你就会问 Why did I get married 为什么投婚了 要结婚了呢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不会 这一只眼 我来调查一下 假如各位结婚过的 没有 假如现在让你再选一次 你还想再结婚的 请举手 没办法啊 那今天晚上 偷偷都出家吧 对啊 你看我们常常呢 吃命的抉择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你看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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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坎手的 坎手的 不要坎手的 老伴 老伴 牵手的 你看 这两对的 一对的老婆婆 还很善良 old people 心里很善良 他们很开心 因为老婆是很健康 充满喜悦 生命里面 在看到她脸上 充满了生命智慧的 这个 这个 纹路 可是你知道 当老的时候 你不流口水 又不脆脆念 不乱骂人 对不对 有些老人呢 就很有人缘 你看 这个老人 好像变成对他这么慈祥 这是他的女儿 或者他的朋友 但是呢 你老的时候 也有悲伤的 为什么 他老公走了 得了癌症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生命 生老病死 我们吃尽了多少的苦 最后老的时候 就死亡了 dead people died people 对不对 基督教呢 就帮你祷告 佛教 就帮你火化 生命呢 你就进了棺材 有一些老婆才问我 说 师父 我关在棺材里 有没有铃铛啊 万一呢 我想起来 可不可以叫一下 你死的时候 是其实没感觉的 还有一个灵友说 师父啊 我死的时候 我还是土葬 比较好 火化 太恐怖了 它烧的时候 我会怕 其实火化的时候 你神是已经离开了 这个身体 就像 坏道的轿车 一下 对不对 再问你 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真相就这样 对不对 就像一个枯掉的木头一样 你生命起数 但是 假如你不学法 学佛法 死亡 已经很恐怖 可是你若学佛法 你知道生命啊 就像河流一样 从上游 游到中游 中游到下游啊 死 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我常说 假如你没有学佛 无有从尽的轮回啊 要受有无有从尽的动革 但是菩萨 因为有轮回 所以有无有从尽的空间 无有从尽的时间 满他无有从尽的大悲愿悲 差别在哪 弥跟悟 假如你今天 无理无土的 像他一讲 空空世 空空世 那你当然觉得轮回就很苦 有人觉得 哎哟 我还要活十几二十年了 好苦啊 错 那是因为你有疑惑 假如你学到佛法 你觉悟了 生命越差 你可以学习佛法 你可以居更多的圣地 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在觉悟的人来讲 因为我无有从尽的生命 所以他有无有从尽的希望 对不对 比方说你看今年师父四十五岁 就算给我不到八十岁 所以要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 还要处理很多事 对不对 那如未众生讲几部经呢 讲不完 我来生 承愿再来 继续讲了 因为有生命 假如人死了 就像外道讲 人死如灯面 什么都没有 那人生不是很不公平吗 那就不是没有未来的希望吗 释迦摩尼佛就是告诉我们死亡生命的真理 死亡的时候像夕阳夕下的天空 请问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 假如你念仆仙情愿品 将来就去极乐世界 那不是更好吗 你也不用担心 你说哎呀师父我去了极乐世界 那我的孙的孙的孙怎么办 你将来还会承愿再来 像大宝莲花 做菩萨一样 大宝莲花来 而且你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一群人来 你才能够帮他 所以三宝是万世的明灯 它是我们心灵的故乡 所以为什么要非三宝 你要了解佛法身的珍贵 接下来看 修心很重要 假如我们不了解佛法 今天讲五学十大愿 就是调补你的心 假如你不了解你的心 对不对 你就每一天这样过 这样过 当然你可能也没做一些坏事 但老实说 你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啊 你的心念呢 就像我拍的九寨沟的瀑布一样 万马奔腾啊 很乱啊 所以我记得第一天 我就跟你们讲这句话 为了利他 我愿意关系的 持续的改变自己 不闲时大愿 就是改自己十类的毛病 所以大菩萨也可以修 凡夫也可以修 你不要觉得说 我念的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这么广大 哎呀 我又没读书 对不对 我又不懂 可能我做不到 错 普现实大愿 凡夫也可以修 释迦牟尼佛不会讲 这个地球众生修不到的法门 所以希望大家 要修行修行 不是在笔 嘴边上弄诵经 还有拜餐 笔这些修行 要真的要改变自己 你的心要像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一样 那你在这轮回当中 你才会有智慧 很会计较 好 这个没有时间讲 下次再聊 因为我想找眼界水 最后 这个我要讲 好 请各位看 你可以抄 抄前面的字就好 没关系 最后 我想这次讲座 我要给各位一个建议 修普贤十大愿 一定往升级了进度 第一 你要开始练习 对进度的观想 有观 观世音菩萨 观阿弥陀佛 老菩萨不用那么固执 要练习 你并不难 你只是不愿意练习 你可以真正的观想 最清楚是念 无量寿经 因为每年无量寿经 你就会观想 极乐净土 在藏传也有 极乐净土 长的七请文 你可以练习 观尊 阿弥陀佛 或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 灿除障碍 累积资量 最好的方法 在藏传佛教 叫七枝共养 七枝共养就是把八九十并到前面 其实它就是普贤十大愿 就是普贤十愿品 第三个 你所做的事情 要无私立他的菩提心 轮回是很痛苦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 就是连有你懂电脑 你可以上网 听师父讲的 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 因为极天菩萨的加持 全世界的 很多人都在学 你要学道次第 其实普贤十大愿 它也有一个一个的道次第 最后请记下来 一定要记下老菩萨开始发愿 每天要坚固于强烈的愿力 升起强烈的出离心 说轮回很苦 我这辈子结束了 我哪里都不去 我真正想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结束 待会儿我会带大家念 极乐净土发愿违向文 请各位看讲义 第六页第十二行 待会儿我会教你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会回向 那老菩萨你都不适自的 请年轻的朋友教他 汉语拼音 对不起哦 老师父很忙 我没有时间做 年有也可以拿录音笔 教他 愿我灵欲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你要学 不要把菩萨那么固执 你就是生生世世都不学 所以你的智慧不够高 那我没有要求你 在第六页第十二行 一直到第七页全部 这两页要背起来 为什么 他是华颜经当灵命中的时候 一念这个经文 华颜会上佛菩萨会放光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因为他是佛力 法力和智力 三个都加起来 最强的力量 当然假如你能够 普贤情愿品 所有寄送都能背 那最好 但是我们在断气的时候 身体会比较虚弱 然后念力呢 不一定很强 就念第六页到第七页 这是我摘入你的高架的 请大家要很认真的念 最后我讲一些感谢的话 也介绍我们商业精神 我们新的道场 庄严 是我们呢 办了一年多的大悲餐 我们商业精神的 今年是第六周年 严格说 加前面两个人筹划了 一定往八年 我们办了一年大悲餐 同共发行 最后出界了一个道场 大概下面这层楼 全部这么大 然后葡堂有140瓶 然后你看到我们中间 就供华严三圣 后面是极乐世界的 东黄壁画很漂亮 这不错是我设计的 对不对 我有些地方会用传统的 可是我觉得现代的人 不喜欢太传统的寺庙 所以这两个灯呢 是日本禅宗的灯 就很美 对不对 看这是我们商业精神的大殿 中间供千手观音 右边用药师佛 左边是阿弥陀佛 师傅设计的时候 是用显密人龙观音的法版 你看中间是白色瓷器的 诗教模拟 非常非常庄严 所以各位联友 如果有机会来台湾 欢迎来商业精神 点灯不用钱 但是叫心疯之魔 如果我在 我一定会招呼各位 如果没有的话 我有学生 我们心要尝尝温暖 就像在冰天雪地 里面盛开的棉花 很不幸这次日本也产生了很多灾难 日本有很多Sakura 对不对 这是富士山 当然我们都是同一个地球村 所以希望我们这次讲座 透过发愿回向 为地球 日本 以及全世界苦难的众生 回向 同样的 我们不要学着景上天荒 要学着雪中送炭 这个世界 各位都在新加坡旁边的马来西亚 我讲话有点快 因为我该看时间 这一批其实各位是很有福报的 各位得了人生 又学习国法 接下来应该呢 还要好好地精进 所以我在这里很真诚地感谢主席 感谢贵英 感谢秘书 还有感谢所有的义工 在这六天当中 这个完全无所求的奉献 他跟你一样要上班 可是你还没有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来打扫 然后呢 准备灯 准备音响 当你结束的时候 你走的时候呢 他也是最晚才回家的 所以他们是无所求的奉献功德无量 我们要一个热力的掌声 谢谢大家 当然 我感谢所有的乌法委员者 我也要感谢三宝 三宝加持 让我以欢喜心为各位说法 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跟老师 我也要感谢我自己 我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假如我生病了 病奄奄的呢 这就可能没有办法 为你们讲道贤情愿理 我要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当然 我奖金也不可能对着墙壁讲 对不对 在座的所有的联友 师傅也很感谢你 我知道现在人工作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我讲得太乏喜充满了 超过一点时间 给你道歉 所以你的到来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为自己每一个人 都热力的掌声一下吧 我想说也很喜欢小说 为你的 好 接下来希望大家 人生很苦短 精进精进再精进 这个很重要 当然你听知乎佛法 弘扬佛法 可能很欢喜 可是呢 当结束的时候 我有一个建议 待会我有功课 假如你欢喜的话 希望你先上网听我 那这次呢 另外一个道场 有帮我印 这个以前我讲 2003年的土闲石大院 在大飞中心 2003年的9月跟10月 我讲 那时候是VCD20片 当然我也讲得很精彩 而且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一个字讲的 但是呢 因为租借场地的关系 时间有限 所以这一套呢 在东南亚营养很多 这次我没有打算 要给你们 但是我会想 我留三号 放在佛学社 刺激你们开始 整理图书馆 然后你们可以建立 借阅的制度 老菩萨一次可以借 两片或三片 那你就要常常来佛堂 对不对 拜拜 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会供养你们 三号 放在佛学社的图书馆 你可以借 因为我知道 有些老菩萨 不太懂电脑 没关系 是不能体验 那年轻的菩萨 可以上网 你可以先听 当然多年前师傅 一定讲得很精彩 那是我到东南亚 第一次红房 可是呢 我现在功底更深厚 所以在那一套里面呢 我很少用到电脑 用讲义比较详细 而是这一套你可以看到 现在师傅呢 又带你来诵经 又叫你发约回向 三天呢 就给你看短片 还要唱念念不忘 哎呀 我容易往生啊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 讲座会更殊胜 因为我用了更多 现在的方法比喻 透过图片音乐帮助你 那早期并没有这一套 所以古文讲 厚厚是以前前 那当然这个DVD呢 他会做出来 所以可能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体谅干部很辛苦 他会剪接 接下来你都可以请 然后回家再听 然后所以希望我们这次的讲座 可以呢 将来连时还会愿相逢 有一天你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一起坐着 听阿弥陀佛跟观世音乐上 一起讲经 那时候我就可以休息了 对不对 不是很好吗 然后但是我还有几个要说 就是我们有作业 我的作业是什么 等一下 看一下 那好 第一个请你读 这个佛说诗经功德经 对 作业有三个 第一个 请翻开奖例 第十八页 请你开始预习 预习第一月到第七月 请你要先预习 因为华言经是非常的深奥的 我有作业 好 看这张 第一月到第七月 请你先预习一下 先读一读 假如你很急的人呢 当然你可以听师父以前早期的DVD 其实我讲得很精彩 也很用心 有些故事你可能听过 有些没有听过 然后呢 第二个 请你从52页到64页 佛说诗经 佛说诗经 诗灯功德经 请你看三遍 那有些老佛上可能会跟我说 师父那我试字怎么办 很简单 我教你 每天给我点一盏灯 在家里点 点到九月 我来 这就代替你看这篇经 可以这样吧 可以这样吧 对不对 能够看得懂文字的人呢 希望你好好读 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说的 第三个功课呢 就是这一次你做全部讲座 听完的那个第一次圆满 将来DVD结束的时候 请你在家里再给我听两遍 下次听完三遍才可以报名 那你会说师父那我介绍我朋友 他这次没来见你 下次他可以唱你的课吗 可以 回家定位第一给我听三遍 下次就可以报名 九月呢 第四个星期 我会来讲part 2 我会讲六天 我就会从第十八月开始 一则里敬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三则广修供养 四则创伟业障 讲义我编得很详细 我也会很用心的 把佛法怎么融入在生活里 所以你若DVD没有听三遍了 师父不欢迎你 为什么 因为对有些连友很不公平 师父都一直要重新解释 什么叫佛法身 什么点灯的功德 我前面就讲过了嘛 所以希望各位点有体谅 别的老师弘法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是很酷的 对不对 这样我才能够教你们 一步一步一步 至于在讲座里面 教你的这个残观 请你在家里练习 你真正用功练习 你的心会宁静 观想你就会很强 下一次 Part 2 我会教你心的观想 观光明想 观阿弥陀佛 观美尖百好 观光中化佛无数亿 你没有练习 你没有练习你是不会进步的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体谅 这样好不好 这是我这次的作业 假如老菩萨你看不懂经文 那你就在家里给我好好的听DVD 听三遍 那你就可以来 好最后 回答问题吧 因为我不回答 可能有人也会不高兴 给我几分钟 Q&A 师父 请问 有一个老菩萨说 他最近常常睡醒的 看到佛灯 但刹那就消失 请你开示 看到佛灯又不怎么样 这是万境 不要执着 当然 你如果慢慢的休息 你会问自己 我看到的是真跟假 那他有经文 比如说你睡醒的时候 注意听 我为什么说这是幻境 假如你现在是在休息 念大悲神咒 看到观世已不咋 那时候就是真的 因为你的心是在戒定会上 因为戒定会相应 所以清静心 你看到的佛像是真的 你说他睡醒的时候 看到佛灯就是幻境 还有有些人会跟我说 师父 我常常听到我旁边 有人跟我讲话 小心 那是幻境 假的 你不用管 你念 朗摩大悲观世已不咋 念心经也可以 念 波耳波罗蜜多心经 比如说你看到佛灯 现前的 真的假 你不知道 你就合掌 波耳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 波耳波罗蜜多时 照见不愿皆公 你念三遍 念五遍 念七遍 假如他是真的 他自然心会宁静 佛菩萨会放光假使 假如他是假的 刹那之间就消失了 所以波耳波罗蜜 可以降服一切外境的虚化 所以假如你常常遇到 人家跟你讲什么 别人跟我说 师父 我最近万一菩萨很慈悲很灵 他常常在旁边跟我讲 我先行任你 小心你会变神经病的 万一菩萨不会用这个方法教你的 第二个 师父 谢谢您 奖金很辛苦 增长智慧过一步前 感恩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临 每逢清明节 我们的华人都会到墓地去扫墓 尽孝道 既品除了香花 水果跟食品外 会大量的烧金银纸 银纸 还有烧汽车 烧房子 还有日用品给亡整 请问师父 烧这些东西对亡整有用吗 请问你烧汽车 你忘记烧汽油 你烧屋子给他 你忘了烧电线 答案注意点 这是民间信仰 我没有说完全不能用 答案是什么 假如你的家人是堕入 三恶道或鬼神道 这真的对他有用 在幽明问答路里面会说 家人托梦里说 儿子啊 儿子啊 我很缺钱 因为他很执着 所以你要烧金银纸给他 而且烧的时候 你要回下面他的名字 到了幽明府的时候 上面那个钱 上面就会刻着他的名字 天龙巴虎都会帮他们 他就会拿得到 答案是说烧这些东西 其实是民间宗教信仰 佛教不太鼓励 但佛教也不能叫你完全不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烧 万一你家里发生车祸 因为他们说 你看看就是我那一年没有烧 所以我子孙来 我的子孙不高 祖先不高兴了 我的子孙被暴露 答案不是 这根本不是因缘果 不是说因为没有烧这个 所以你家就有很中风 就有发生车祸 英文讲 they are not connected 他根本没有观点 那华人要这样 没办法 那台湾呢 假如有正性佛教的话 我们都会告诉他 你可以拜香花树果 很好 这是孝道 第二个 我们现在也鼓励呢 不要拜昏等 不要杀身 因为你如果拜祖先 你杀身的话 那你业力也会算在祖先 跟你自己的身上 对你的家人不好 所以我们台湾呢 都还会鼓励呢 把你烧金银子 跟幽民钱的这个种子钱呢 供养三宝 做教育跟医疗基金 老实讲你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 华人很难改 很固执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台湾 南部有话 上那个好像道教吧 对不对 烧那个王船啊 一烧好几百万奶币啊 还放鞭炮 现在从环保的角度来讲 根本没有用啊 你真的确定祖先收到吗 我刚才说没有 除非你的祖先托梦给你说 我真的缺钱 你烧个钱池给我 那你就烧 为什么 买他的月 举个例子 现在有个好朋友 你现在要去JV 对不对 Gangga City Mall 你们叫Ganggi City Mall 买个蛋糕给我好吧 当然了你答应好 你就要买蛋糕给他 所以祖先如果托梦给你 他需要 那你就横顺世俗烧给他 但是呢 你不要把这些钱啊 然后呢 烧掉 那没有用的 你反而用这个钱 去救贫穷的人 供养三宝 流通DVD 然后发愿回向给他 他会得到功德 这是真的 我讲的故事真是鼓励你好不好 你会说师父你讲得很好 真的有吗 有 我多年前我在世专有一个学姐 她心很好 她说她是佛教母亲 她也是 规过医 可是呢她心很好 然后呢 有一天她爸爸突然过世 过世以后呢 她就跟我讲 因为我是她的学弟 她对我很好 学姐的照顾 她说学弟学弟 我昨天梦到我爸爸不太好 她说女儿啊 我住在很湿很阴冷的地方 你救救我 帮帮我吧 她早上来起来 就播论话给我 学弟啊 学弟你是佛教徒啊 你常常念经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说 学姐你相信我吧 我当然也相信你哦 因为很多人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相信你 所以我在问你 我说你的爸爸不太好 以佛教来讲 她有恶业 她说那你怎么办呢 当时我的姑姑在佛光山出家 也有七月的打佛妻 跟做三十信念 我说那这样哦 明天呢 我带你去佛光山的分院 我们去掩灯 为你爸爸上香 然后你帮他念佛 回香 好不好 那绝不捐钱你自己去利 因为我的学姐相信我吧 我没有骗她 所以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她看到很多人都在念佛 她也有善根很虔诚 然后呢 就上一炷香 然后她也帮爸爸立一个牌位 买了一些蔬果供养 因为她也很难过 她总是希望为爸爸多做一点事 接下来她呢 因为不急 我就劝她念佛 念一只香 念完以后七天 她们打过七 最后做三十信念 她会超度 超度一晚了 当天她爸爸就做梦了 女儿啊 我非常好耶 她穿的衣服非常好 好开心啊 女儿谢谢你啊 你要照顾自己啊 我走了 就走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 师父在佛前面讲故事 绝对我不会打忘了 这说明佛法改变她的业才有用 心比较重要 所以各位联友 不要因为为你的家人做事就被骗而已 被骗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枉前 这是给你的鼓励 第二个 我的母亲往生两年 但我时常会想念她 要怎么样才减轻我对她的思念呢 一样 念普贤行念点点 你的母亲两年了 往生了 对不对 往生了你现在会想念她 缓人 你这对对对对对对的 你不在这只有中心 你不在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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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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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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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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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